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别说 毛病还真改了 我那臭儿子就常跟我吵架 下一次跟我吵的时候 我就用你这一招 我三个月跟他不说话 我急死他 我憋死他 我这一招 我过去得过这种病吗 说 说 雷冰岛 毛虚乎啊 雷冰岛 毛虚乎啊 雷冰岛 毛虚乎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怎么回事啊 原来打破脑袋报名 现在怎么一红二散了 是不是 我得给你们开个动员会啊 是不是我得把钱摆在你们的眼前 给你们点清楚了你们才满意啊 怎么就不能负点责任 怎么就不能担当点呢 又四五同志 又是我 科长 你就别为难我了 把杯子给我放下 我不去 你呢 我也不去了 其他人呢 那好 把表哥给我退回去 明天开动员会 这胳膊肩胆口是吧 嗯 你这不是玩命吗 这不盖住卷了也没经验 没经验你也不能瞒干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帮人 轻点轻点轻点 就这 你明儿别这么干了啊 这天还得搭上一个按摩的 放心吧 明儿我想了一招治这个 就不知道管不管用 什么招 天机不可泄露 不管啊 快点快点 胖子 姓陈的什么意思啊 不闹啊 没闹啊 不闹啊 没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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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不是咋不搁得算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没错啊 我这老太也琢磨了 你说这姓陈的也不理咱呢 什么意思啊 咱们是不是应该找他问问你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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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得决定这班到底上班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这事必须得问题 必须得问题 你说现在还弄什么工 本身叫集体工就没什么钱 陈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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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记 小刘儿 有事吗 大伙儿想问你一句话 常理现在还管不管我们 管啊 当然管啊 要是不管了 常理派我来干什么 那既然常理派你来管事 那你管什么事了 你是一不开会 二不讲话 三不做大伙儿的思想工作 大伙儿说 他管我们了吗 没有 没有 没有管 什么都不管 我倒是想给你们开会 想给你们讲话 可你们有人愿意听吗 你们既然来找我 我很高兴 我也有很多话想跟大伙儿说一声 说话之前有一个要求 我说的话不管你们愿不愿意听 同意不同意 都得先让我把话说完了 行 在您说完话之前啊 我保证 大伙儿谁也不跟你打乱 行吗 行 没有你 王主席 那叫所有之工 我们开个会吧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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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进化去 刚才 我已经把新的政策 和为什么要修改的必要性 都给大家讲了 该说的话 我都说尽了 广州啊 有个叫邝大城的 上过电视 也是咱们常兴人 你说一个农民 白手起家 到特区能挣一个百万富翁来 我们局里给政策 给钱 怎么就是没人敢去呢 我这是闹不明白了 昨天 咱们局领导连夜召开了个会议 新政策就是要大家负责任 激励着大家啊 把这个对外的窗口啊 给建立起来 这次局里啊 投资五十万 五十万 每年交五万 以后实事求是 按情况再定 咱们去广东的干部啊 工资 局里边还要管三年 大家谈谈 看有谁愿意去啊 怎么 还没人说话是吧 那行 各科室拍个代表 等会儿到会议室 咱们继续讨论一下 对新政策有什么看法 好不好 散会 这局里让我们养猪呢 是因为广东那边生猪价格比较高 养了猪可以送到广东 我们可以赚些钱 再一个我们厂呢 本身就是生产饲料 我们养猪的饲料就可以不花钱了 咱们这个养猪厂啊 是厂里分给咱们劳动服务公司的 也就是说啊 是咱们劳动服务公司的财产 咱们这个厂一共四十七个人 也就是咱们四十七个人的财产 咱们盈利了 也是咱们的 亏损了 也是咱们的 现在厂里啊 已经跟咱们分开了 咱们就要靠这个厂 生活 靠它发工资 养家糊口 外面的人越来越多了 咱们怎么办呀 先给他们一个人发点米 留下联系方式 让他们先回去吧 好 这有人说我们集体工命苦 待遇啊 福利 也都不如国营工 可我觉得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我们挣的 没准比国营工还要多 陈经理 您别说了 现在我们大伙不都想干了吗 光说现在干不行 得有个保证 以后不干怎么办呢 总得有个说法吧 以前我们大伙也没养过猪 能不能养好还得另说 这么说吧 从今往后再有那消极待工的 我们大伙随你们发 好 要的就是你们这句话 行 那么愿意养猪的 咱们都写个保证 那 那就都签了吧 我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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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现在缩小范围了 有什么说什么 大家都谈谈对新方案的看法 局长 新方案和老方案不同 完全不同 对 完全是两回事 原来投资一百万 现在变成五十万 而且每年上交纯利五万元 还有一点变了 原来去广东报名是资源的 现在是确定一个承包人 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去 互相监督 最可怕的是 投资如果失败 将由承包人赔偿百分之五十 这个风险对承包人的压力太大了 我觉得啊 这个方案还是可行的 五万元上交 其他的呢 由承包人所有 当然了 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对 何局说得对 我的意见和何局一样 我认为这方案可行 关键啊 我们给要选对人 哪儿还有人选啊 你又不是没看到这几天的情形 何局 我倒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这个人 肯定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谁啊 周云 我们家老刘这一天一直埋任务 这五十万为什么不去 你现在一直后悔 干吗把那表撤回来 我们家老王也是这么说的 一开始说给一百万 我特别兴奋 我两只眼睛直冒绿光 后来说给五十万 我就有点后悔了 可是我一琢磨 不能后悔 依然得兴奋 为什么呀 五十万呢 不少了对不对 五十万 我是这辈子我都见不着 好 他们说现在广东可好了 还有人偷渡 说直接能从河里游到香港去 那是犯法的 给你抓起来 你说 我也下岗这么些日子了 也没事干 这五十万要是让别人签了 那我还是没事干 我这还没出过远门呢 上那边玩玩也行啊 姐 你有这想法 去广东吗 我可没这金刚钻 姐 你能揽这瓷器活 我可不行 还是你们去吧 朱云同志 这次到南方广东建窗口 这个方案呢 基本已经定下来了 原来呢准备局里呢 那头一百万 可是呢大家觉得这个负担不大 所以就是积极报名 却把脑袋都挤破了 但是咱们得考虑国家的利益 得考虑集体的利益 所以呢就把方案呢 调整了一下子 但是呢就没人带这个头了 咱们局里这些人也不知道 大部分人都是抱着铁饭碗吃了一辈子 把这事要交给他们 他们心里没点 我这心里头也没点 我担心呢 咱们局里呢 现在这个改革呢 也是困难重重 有很多的问题呢需要解决 我着急啊 我觉得我老了 我真不能把局里这个改革 这次后大船给开走 我呢 就想让你呢 蹦了嘛 你干什么呀 表叔 你今天招聘启示这招太棒了 刘胖子他们那帮人 就得这么治治他们 姐 你怎么做那么多好吃的呀 是啊 刚过完年怎么又过年 就吃吧 表婶 你是不知道 今天表叔招聘启示这招太棒了 好多人都来硬批 劳务公司都炸了窝了 就那大舟他们 马上就来工作了 这帮刺耳头啊 终于被我给制住了 怎么了 不说我病了呀 不说我病了呀 今天局长把我叫去了 跟我这儿说 我现在这不是也下岗在家吗 之前说是到南方开窗口那事 局长说让我去 我当时脑袋一热我就给签了 好事啊 还能轮着你呀 之前是好事 说是给一百万 然后还带工资 也没有什么奖惩制度 现在变了 只给五十万 也没有工资 然后要是赔了钱 得自己赔 不去 凭什么呀 这破烂事都得你兜着 你告诉他不去 可是我合同都签了呀 我找局长 合同要回来给他撕了 你别掺和这事行不行啊 什么叫我不掺和 你这儿头脑一热吧 合同签了 你想过我没有 想过家里没有 少废话 合同要回来撕了 不去 那要不回来了 那合同是有法律效益的 再说了 人家拿着五十块钱 都能挣到一百万 我拿着五十万 怎么就挣不到啊 外面好像没动静了 这事要咱管不了 我觉得表婶去广东是对的 我也想去广东 我还想当主席呢 桂花姐 你第一次进城 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 就不错了 知足吧 我在老家就养猪 我到了城里还养猪 我怎么不能一辈子都养猪吧 我想去广东看看 哪怕当保姆也行啊 小言 你说 我要是跟表婶一块去广东 我表婶能同意吗 同意 她要是知道 肯定把你送回村子里去 为什么呀 你想呀 我姐去她都不同意 你去她就更不同意了 万一你在特区有个什么事 我哥怎么跟你家里人交代呀 我不用他跟我们家里人交代呀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做主 桂花姐 这话你可别听了啊 没听完呀 你别生我气了 求求你 你不是说好的吗 咱吵架不过夜 我不是故意不跟你商量签那合同 当时真的给我挤的那没办法了 我不签也不行 再说我合同都签了呢 你退不回来了 能退我也不退 退了他们不得笑死我 我错了以后再也不犯错了 求求你啊 我给你写保证书 保证以后再不犯错 如果犯错 你打我骂我怎么都行 求求你啊 陈志平啊 行了 别咬了 你想干的事 我什么时候拦得住你 你想干的事 我什么时候拦得住你 陈医生 龙院长找哪里有个急急病院做手术呢 好 走 龙院长 你们的好医生什么时候能到 我老婆要死了 我儿子和我老婆可是两条人命啊 你知不知道 不是 你别急 马上就到 我们的好医生马上就到 你只要再等五分钟 五分钟 好吗 再等 再等龙院长 我老婆今天出了事 我跟你就是生死仇人 我恨你一辈子 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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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医生 你可来了 快快快 老婆有危险 你一定要保证保护着平安 行 我尽力吧 好好好 确定我老婆 怎么样 陈医生 陈医生 是这样的 现在那个太医 他原来是团位了 我们就实施了泡妇产 现在就发现 他那个齐带的挑入他的井了 陈天姐拿谁做的 检查是我做的 检查我当心了 就没有那么检查了 没有发现这个情况 行行行 先进去看再说 好 陈医生 陈医生 行了 我知道了 这是信用室的症状 奈鹏经手术室啊 陈医生 救救我 你先进去看 你先进去看 又是在哪里 你先进去看 你先进去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于母子平安了 谢谢 谢谢 你坐 这个 不行 都不说了 都不说了 陈医生 陈医生 你怎么又进来了 这女人生孩子地方不能进 你快出去出去 陈医生 谢谢你啊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啊 zyisin 之方 跟你说个事 嗯 说吧 别太激动 啥事啊 还别激动 什么 信封啊 怎么这么多钱呢 你是不是又去治 治灵性病去了 你冤枉死我了 南产 邓副主任爱人 南产那个 你忘了 什么 红包 这是那邓副主任送的 对呀 他给这么多钱啊 两千八百八十八 我在外头 数了十多遍 不是 我今天对着态度不好 我知道 人家跟我说了一声 说你 你爱人 出去 是你 给太多了 是 这你一袋手术 就两千八百八十八 咱在长兴得 挣多长时间啊 是不是 你去手术 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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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铭 你你你你你你告我 可是这么多钱 咱敢收吗 你这个看你说的呢 这这广东啊 就这规矩 人家邓副主任啊 愿意给你一百万 给你一千万 都没人管 这就是广东 我喜欢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有本事的人 咱大把大把的捞钱 这没本事的人啊 连个热屁还都赚不着 咱今儿 我喝出去了 做大餐 你你慢慢数钱 我做大餐去 好 等着 你监视署 监视署 你接电话呀 不接 邓铭你接吧 你说你怎么那么爱欧气啊 你这哪一天到头啊 她是你妹妹 你说她在外地 一个人举目无亲的 你让她着急不着急啊 那这要是我去了广东 你也不接我电话啊 你看 你心里惦记得不行啊 还就在这儿装 你怎么那么倔呀 我要职方 我根本不给你打电话 急死你 喂 喂 志芳 是我 嫂子 你刚才怎么不接电话呀 她急死我了 你哥他不在家 我刚才在厨房没听见 行了 别骗我了 我知道我哥在家 他不让你接电话是不是 是 他在家了 不接 还怂气 心里边想的不行 还在那儿扛着 我支持你们去 真的 倒不是钱不钱的 人生就得有理想有追求 老在这儿这么混日子 那哪儿行啊 嫂子 我告诉你今天事啊 你千万别告诉任何人 你知道我今天做了一台手术 对 给一个产妇做手术 你知道送我多少钱吗 送我两千八百八十八块钱 真的 这么多钱啊 不违反距离吧 真的 我没骗你 现在钱就在我手里呢 我心都快跳出来了 我 我肌都坏了 你说这么多钱 我能收吗 以前吧 做手术也有人送 最多以后送我五百八十块钱 从来没有人送我这么多钱的 我跟你说 志芳 我可能马上就要来南方了 真的 那你什么时候来啊 太好了 我们局里在广东建窗口 那你来了我哥知道吗 我已经签合同了 没 没通过你哥同意 我就签了 先转后奏 你哥呢还跟我生气呢 我来之前告诉你吧 我可以说 我会让你来 我去帮助你 帮我 我先去帮你 我真的要去帮你 我找你帮助你 我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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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者 李宗盛 我点酒呢 你怎么老拿我点酒啊 今天晚上我晚点回来 我去阿贵和阿昌家 你去拉回家以后 一定要先吃饭再去阿昌家 比如像前天晚上一样 饿到晚上十二点 还没吃饭呢 还有啊 你要吃三块钱的盒饭 别吃两块钱的 听见没有 听见了 你像个老太太 碧名 你看我看乱点 没乱 你没看怎么知道没乱呢 不乱呢 你得好好看看 我这忙着呢 这 我告诉你啊 这事啊 可是灯物主任的爱人介绍的 灯物主任爱人说了 咱们去做保健的 都是南顺镇上有钱人 咱们要穿得不起这种 人家会特别看不起的 快 再帮我看看 怎么样 不乱 真的 真不乱 我看看你 行 可以了 好了 走吧 给了新生活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常好 咱监测了一个星期了 照这样下去 咱就巩固了 好的好的 邵医生 忙完了 那个阿长老板啊 血压特别正常 让他坚持吃药 千万别断顿 这个血压药也好 还是心脏药也好 邵医生 我们家还有一个病人呢 您给看看吧 什么病啊 昨天出门淋雨 好像有点感冒了 好啊 好啊 在哪儿呢 这儿呢 妞妞 快嫁赵叔叔好 我说你胡说什么呀 赵医生是给人看命的 又不是顺医 不嘛 我们家妞妞病了 就是要让赵医生给看了 你这是难为赵医生呀 告诉你 赵医生可是得对的赵医生介绍来的 你是得对的他 就是得对的赵医生主席 你知道不知道 邓医生怎么了 他要是想争面子 凭什么我们给他出钱呀 这叫什么事儿 我去接个电话 好 赵医生 晚上在这儿吃饭 好 赵医生在这儿吃饭 赵医生 你还给不给我们家妞妞看病呀 嫂子 我没 没学过受益 赵医生 两百块钱给我们家妞妞看病够吗 嫂子 我 五百 一千 两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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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没想到 她能把狗带上来 嫂子没错 兄弟 我今天 给妞妞你看个礼物 是我赵云铭的里程碑 我五年 五年一科大毕业 我当医生 这么多年 老了一个 给狗看 我们到黄冬院开始 正经 我们家是农村的 我们家从小就很穷 真穷吧 我上大学 我不敢去食堂吃饭 我每天就是窝头前来 我当时我就想 我一定让我的弟弟妹妹 我婆娘 还有志芳 我们这一大家子过上好日子 我要挣钱 我要挣钱 我挣很多的钱 给狗看病 是永明哥人生的一个里程碑 哥说从那一刻起 永明哥放下了他的尊隐 水果 我给你放这都是什么 就在路上带着吃了 这些都要多少 你明天穿哪件 明天我穿这件 行 放上我来吧 我害怕了 我特别特别害怕 五十万了 我要是在南方见不成疯 我就不知道 把五十万都赔光了怎么办 我一个月就四百块钱工资 我怎么能赔得起五十万啊 这一辈子 我吃什么喝什么呀 我害怕了 志萍 你又不在身边 我这心里空落落的 我真的害怕了 其实你说的这些啊 我早早想过了 想过很多次 那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 咱就不害怕了 还记得我父母走那会儿 我才十五岁 那会儿我也害怕 我怕我带不大 智华智芳他们两个 我真的是害怕 可日子一天一天这么过去了 我才发现也没那么可怕 也没那么苦 这不 现在不照样把他们都带大了 你没问题 你行啊 你怎么知道我行啊 万一我能力就是有问题 就是应该下岗怎么办啊 你是我老婆 我当然知道你 你是咱们家最聪明最能干的 你说 雨明他们去吧 还有个正式单位 你说我呢 那样一抹黑 还带着俩笨丫头 我以前也没做过生意啊 我要是全赔光了怎么办啊 要是全赔光了 那就回来跟我一起养猪 局长您先放心吧 我们一定节约开支 保证不乱花钱 这我放心 我就是我就是怕你把钱丢了 不会不会 我现在都红在身上了 喂 周园啊 还有 如果遇到困难 你就给我们来个电话 我有个老战友姓黄 在东庭县的梁市局当书记 有什么事你找找他 我给他洗了封信 兴许咱们办窗口的事 他能帮着忙 太好了 局长 要不然您这样给他先打一电话 省得人还以为我们仨是骗子呢 就是 行行行行 你放心我保证他 怎么东西都在齐了吗 都在齐了你看 后边还有个大包 还有啊 我可告诉你们 那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开发区 和咱们的城市不一样 那地方什么都有 小心让人给卖了 卖了我们也把钱带回局里来 我姐拿着五十万 胆真心惊地去了广东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 其实按合同他什么都不用做 从五十万里面拿二十五万赔给局里 还有二十五万就是自己的 可那个时候的人不是这么想的 我先回头要原谅 有点的 我先去哪里 你们这边的小阳 就先把这边都称为 我先去哪里 好 你要走 我先走 你什么可能 我先把这边 我先打一电话 你最后来 我先打一电话 你这边 你先打一电话 我先打一电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三十到五十 这个中档点的呢 是八十到一百一左右 那也太贵了 是是是是 所以说呢 我就觉得您 与其在外头住 还不如在家里住嘛 那哪行啊 永明 我们三个人呢 天天在你们家这儿多捣乱啊 一点都不捣乱 你想啊 嫂子 你们与其在外头住 也得花钱吧 在家里住 我每人收你们一人五十 然后呢 那么这样 这样的话呢 就是生活啊 条件啊 都比 你是说 让我们住这儿 你收我们的钱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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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好 猜猜 你